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林省实施全域公交改革 以客户融合发展为突破口 全面推进道路客运行业高质量发展 白城市今年第一季燕麦正式开脸收割 预计单产比上面提高10%左右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会议传达学习贯着落实中央审计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审议关于2020年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 十四五吉林省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省审计工作 强调指出 当前我省正处于振兴发展的关键阶段 改革发展任务兼具繁重 做好审计工作意义重大 一要坚定不移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忠实履职 尽心尽责 及时揭示民生痛点 政策读点 改革难点 建立健全审计督察督办制度机制 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落实 而要坚定不移 推动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聚焦高质量发展 重点关注推进一组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深化放管服务和最多跑一次改革 加快数字吉林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及时跟进审计 确保政令畅通 聚焦风险防范和提制增效 突出关注财政金融 国有企业等领域薄弱环节 精准识别 亦引发风险的倾向性 苗头性问题 有力有效推动风险稳妥化解 聚焦增进民生福祉 加大对就业 教育 医疗 社保等领域审计力度 促进民生保障改善 聚焦权力规范运行和责任落实 督促领导干部守法守计 守规尽责 进一步健全完善与纪检监察 组织人士 巡视巡查协调配合机制 更好发挥审计结果 在领导干部考核任免 讲诚中的重要参考作用 三要坚定不移发挥审计 质疑病 防卫病作用 坚持把抓好审计 发现问题整改摆在突出位置 压紧压实责任 完善制度机制 形成整改合力 确保揭示问题 规范管理 促进改革 一体推进落实 四要坚定不移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审计干部队伍 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 大力弘扬 严心细时优良作风 严格遵守审计纪律要求 不断提升工作质量效率 努力打造一支 信念坚定 业务精通 作风务实 清正连结的审计铁军 7月16号 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俊 一起在长春会见 韩国驻华大使 张夏成一行 景俊海 韩俊 向张夏成一行 表示欢迎 景俊海说 中韩互为重要近铃和合作伙伴 吉林省高度重视 与韩国的友好交往和互动合作 近年来 双方交流日益频繁 友谊之术 根深夜貌 务实合作 硕果累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省与韩国申请互助 真情互援 树立了携手抗疫 共克时间的合作典范 希望双方落实好 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充分发挥吉林作为一带一路 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作用 中韩两国战略交汇点的优势 加强沟通交往 增进友好互信 携手重启汽车 电子 生物医药 文化流等领域务实合作 共同举办中韩吉林投资合作洽谈会 积极鼓励韩国企业到吉林 特别是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投资合作开发项目 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走深走实 贡献更大力量 张夏成高度赞赏吉林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绩 表示一定积极研究推动 中韩吉林投资合作洽谈会成功举办 更好促进双方经贸文化交流 助力韩中合作实现更高水平 互利共赢 在集期间 张夏成一行还到沿边州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实地考察 韩国驻沈阳总领事崔斗熙 省领导胡家福 张志军省政府秘书长安贵武参加会见 按照省委部署和省政协党组 党史学习教育安排 7月16号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江泽林 以视频会议形式 为省政协常委和全省政协系统 机关干部讲党课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进行深入学习交流 江泽林指出 全省政协系统要把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 要助劳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发挥好统一战线组织功能 练好委员基本功 做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 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为加快推动十四五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支建华 李龙熙 李景浩 赵小军 曹宇光 蓝洪良 齐远方 郭树峰出席会议 连日来我省各界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切实增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攻坚克难 锐意进取 在新的征程上奋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前不久吉林省图书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支撑号 党委书记吴爱云和馆内党员干部 分享了在北京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感受 并带领大家着手整合线上线下 馆内馆外数字资源 讲座展览资源 创新服务方式 推动全民阅读 推进乡村振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要求 吉林省乡村振兴局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 其中优势资源 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采取最有力的举措 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习总书记强调 打江山 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我们将通过开展千村师范创建 百日攻坚行动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 在村庄规划 农村基础设施 乡村公共服务等方面掀起建设热潮 不断破解难点 读点 切实打通建设乡村服务为民的最后一公里 通话市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阵地作用 在90多个社区中开展主题党日 党课学习等活动 组织党员 社区群众 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讲话精神落到基层取得实效 在工作中继续延伸党组织触角 牢固树立先锋党员意识 为百姓解决民生实事 重点围绕居民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 环境伪生 小区上下水等 居民关注的问题开展服务 进一步提升社区基层治理能力 真正的让群众感受到幸福感和获得感 通鱼县组织企业 机关 社区的青年代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交流探讨下一步如何立足岗位 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作为一名税务青年干部 在新的百年 我们要听党话 赶党恩 跟党走 多为纳税人做实事 办好事 不改初心本色 绽放青春最美芳华 连日来 我省各地各部门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将数字化手段运用到 为民办实事过程中 为百姓解决极难筹判问题 近日 吉林市郑术局 在昌义区新华街道幸福社区 创建了综合服务窗口 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 涉及公安 交通 市场监管等方面的 46个事项 社区工作人员在综合服务窗口 通过领办 代办 帮办等方式 帮助社区群众实现就近办 网上办和马上办 为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安徒县纪委监委 利用数字化手段 开通了清风马上都监督投诉平台 平台设有群众极难筹判 监督投诉专区 全责清单 连证宣传 监督投诉电话等内容 清单将全县各部门的 全责清单进行分类 并与群众查找相关办事流程 百姓通过微信扫码 即可进行监督投诉 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极难办的事呢 可以在这里投诉 问题也能在这解决 双疗市社保局工作人员 日前深入到双疗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上门开展社保认证服务工作 工作人员通过社保认证 APP小程序 逐一耐心细致询问 老人们的个人信息 帮助老人完成人脸识别认证 同时现场指导 福利院工作人员 熟悉手机认证流程 确保能随时帮助老人 足不出户完成认证 取消了集中认证的方式 采取了多样式的认证方式 这样无论老年人在哪里 只要在手机上 进行简单的几步操作 就可以完成本年度的认证服务 为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交通强省战略部署 吉林省实施全域公交改革 以客户融合发展为突破口 全面推进道路客运行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实行的公交化改革 围绕到2025年末 60%以上道路客运搬线 实现公交化改造 50%县级城市 实现全域公交的目标 稳步推进客运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形成 以公交化运营为主 定制客运为辅 搬线客运为补充的 客运市场新格局 通过大力发展定制客运 连城连运等便民服务 提升旅客出行效率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提升服务品质 优化线网布局 统筹城乡交通运输 一体化发展 加大资金政策扶持 确保农村客运 开得通 留得住 可持续 此外 吉林省还将加快推进 客户融合发展 建立农产品进程 日用品下乡的双向物流通道 利用我们通客车的 这样一个网络 发挥客车网络的覆盖面 通达深度 还有时效性 解决农产品进程 还有工业品下乡 最初和最后一公里 既方便百姓 而且能够带动 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 这样进一步推动 城乡一体化 长专市双阳区 作为在全省率先 实行公交化改革的试点 神鹿峰旅游专线开通以来 直接带动经济收入 800多万元 101路公交线路 延伸至奢林草莓采摘园后 观光游客增加了 3000多人次 奢林草莓销售额 超过3000多万元 当地农民增收700多万元 实现了旅游带动运输 运输促进旅游 共同带动经济发展的目标 公交开通后 发射时间更短 票价更低 服务更优 近几年 先后开通了 377路 城际公交 301路的景区正通车 包括神鹿峰旅游专线 有效地拉动了 区域经济增长 目前全省累计实施 道路客源搬线 公交化改造324条 投入新能源公交车 1065台 累计开展 定制客运服务线路 24条 投入334台商务车 辽原市致力于 挖掘特色旅游资源 在打造城市人向往 旅游者留恋风光的同时 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强劲活力 总投资8亿元的 田宇德国风情小镇项目 位于东辽县 中德产业示范园区内 项目以德国风情 加田园风光为主题风格 于2020年6月开始施工 预计今年8月末 完成一二期建设内容 项目整体布局为 一加二加四模式 继一个原生态自然景观带 两个德式建筑群 建设拓展团建 科普研学 主题户外活动 和农业采摘四个基地 带动农村城镇化发展 项目涵盖了农商门旅四大板块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田园中和体项目 带动当地这个农业发展 从而实现当地农业的品牌化 与规模化 仲夏时节 位于辽园市龙山区 工农乡 寿山镇的永志村 道路两旁 各色花卉静香绽放 干净整洁的农家院 坐落在山水间 自从进入夏季 村民王贵香开的农家乐 就客源不断 经过几年努力 永志村已建起 集果树采摘花海观赏 广场公园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村集体还带领大伙 搞起果树中药材等特色农业种植 农民从土地里挖出了金饭碗 在乡村油中种出了乌桐树 去年是到现在吧 也就是半年来的吧 就比我往年在外边打工 一年挣的还多 我感觉挺好的 在一个好的环境下 那个生活 大伙都有挺高兴 每年吧 就是每回每家每户 都能增值到一万户 只两万户钱 老百姓要不得鼓了 我们也高兴 老百姓也高兴了 近年来 辽园市把乡村旅游 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新途径 和推进乡村振兴的突破口 按照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 树乡一业 一线一特的发展思路 积极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 全力推进总投资超过40亿元的 135个特色小城镇建设项目 提升改善乡镇村屯面貌 拓展农业农村价值空间 农产品增值空间 为辽园市乡村旅游产业 注入强劲活力 7月17号 白城市今年第一季燕麦正式开连收割 预计单产比上年提高10%左右 在白城市农科院燕麦两种繁育示范基地 记者看到 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于田间 紫粒饱满的燕麦颗粒归仓 据介绍 今年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中 雨水充足 光热匹配 田间管理 科学到位 燕麦的结实率 紫粒饱满度都好于往年 今年燕麦收割日期和往年差不多 整个生育期间没有缺水 所以长得比较好 特别是由于咱们今年波期比较适合 今年的这么些大风大雨 现在你看没有倒服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取得产量的根本保障 今年白城市级周边地区 种植白燕系列燕麦品种面积达19.5万亩 同时今年也是白城市农科院推行 燕麦下茶负种油菜模式的第四年 新型种植模式将助力当地发展景观农业 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 像我们这边就是第一茶燕麦收完之后 我们要做服种的燕麦 做丝草 同时我们还要服种油菜 做绿肥 还田 燕麦收获之后 还要做一茶的红花草麦 特别是他把燕麦的绿色 草麦的红色 油菜的黄色 这样子香煎种植 我们想探索一下 就美丽的田园景观 在不影响整个农田生态功能的基础上 加进了这个生态景观不凡 情细最可爱的人 寻访老兵足迹 今天来认识94岁高龄的董电辰老人 他是一位参加过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入朝作战的老兵 戎马半生多次立功受奖 也多次身负重伤 今天我们就走进董电辰老人 一同重温他的争种岁月 董电辰祖籍山东 现居四平市铁锡区 1946年 19岁的董电辰参军入伍 两年后成为一名炮兵排长 跟着部队参加了解放青岛和危害战役 经共青岛 国民党淘餐 我们追击 那两个小时 追出四十多里地区 追到小龙山的山后面 就又收到了敌人的足迹 敌人打过一个炮弹来 贴着我机轮杆下来了 差这么远 把这个我的瑕疵全都扎上了 去一直到脚面了 董电辰告诉记者 当时身上背的行军背包 救了他一命 阵地上另一名战友 当场牺牲了 那个班长刚从那个战号里面上来 一露头 正好这个炮弹在我身后 把他当场的大死了 董电辰回忆 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 战友已经帮他简单包扎了伤口 正要把他抬出阵地 眼看自己的炮位上没了人 董电辰拒绝撤出阵地 坚守在炮位上 继续向敌军阵地开炮 董电辰所在部队 第二天解放了青岛 1950年 董电辰参加入朝作战 战场上他英勇无畏多次立功 1953年他再次受伤 时至今天他身体里还有很多未取出来的蛋片 老人说 为了保家卫国 他拼了这条命 南征北战 无怨无悔 我夫妻12年就死了 死了我13岁 13岁就喜欢啥也不能干的 所以我是党不会养大的 我是因为参加委党做了一点工作 我也不做到的一件事情 党对我的恩情 我永远帮他不了 帮他不完 日前 商务部发布2021年新认定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老基地 通过考核名单 吉林省新增三家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分别是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松原市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和敦化市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作为生产和贸易有机结合的产业集聚区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是推动贸易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新增三家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壮大了吉林省外向型产业基础 为全省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 截至目前 吉林省共有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十一家涵盖机电产品农产品 纺织轻工工艺品 医药专业化工等六大行业 7月16号 吉林省市场监管部门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在长春市开展 你点我点食品安全现场抽样活动 省市场监管部门 于6月底在微信公众号官网 向全省消费者投放 你点我点调查问卷 征集消费者对于食品的抽检需求 共回收近一万份问卷 其中碳酸饮料 大白菜 西瓜三个品类被点最多 在抽样活动阶段 工作人员根据问卷投票结果 对食品进行抽样检测 食品安全专家还为市民讲解了 如何确保食品满足人体健康需求 如何防止食物中毒等知识 首批抽检商品于7月16号进行检查 群众关心什么 我们就检什么 群众关注什么 我们就检什么 下一步呢 还要增加你送我检环节 就是购买的商品 如果感觉不放心 可以送到指定地点 进行现场检验 活力吉林 魅力无限 近日四平市 萧夏夜市系列活动 拉开大幕 吸引广大市民走出家门 感受夏日欢乐 为加快城市夜经济发展 监视 由四平市政府主办的 李赞百年情 红色家乡梦 想应成盛事 请建党百年 萧夏夜市系列活动 拉开大幕 夜市分美食区 儿童乐园 红色文化展示区 民俗文化展示区 手工艺品展示区 五大板块 还有星空长廊 水母灯 三百六十度环拍 网红打卡景观 等休闲区域 给四平的夜生活 带来激情与欢乐 夏天到外边乘乘凉 看看热闹 吃点小吃 有孩子溜溜的 挺不错 四平市 萧夏夜市将持续两个月 期间还将开展 红色主题会演 电音乐队演出 等系列活动 下面来看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7月16号0-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节目的最后 我们走进 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 重闻红色历史 致敬抗联英雄 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 位于磐石市经济开发区 成立于2009年 馆内保存有 460余件珍贵的抗联文物 及8000余张历史照片 介绍了杨静宇 等革命英烈的英雄事迹 将观众们带回到那段 可歌可泣的争容岁月 纪念馆成立以来 已举办400余场次专题展览 累计参观群众达90万人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